上兩集講了一條新的Godfame喇叭線 5-0-0-8-0 立即有很多人問 它跟之前那條5-8-0-2-5 8-深那條很多顏色的彩虹喇叭線有什麼分別 5-8-0-2-5的音場會闊一些 分析力會高一些 反而這條5-0-8-0的力感、厚度、密度就會高一些 看看你是喜歡哪個方向的東西 今天不是說細節比較兩條喇叭線 當時Labcable推薦了一個六角壓的接法 即是頭的接位用一個六角鉗接上去 這個六角壓的接法是Cardus用的 為什麼它會用這個接法 就是因為六角壓是令到那些線心 Pack得最近 接著接觸面最廣 最堅固 所以令到內阻是最低的 我就想可不可以做Jumper 因為你不是個個突然間會換喇叭線 還有我喇叭線自己喜歡用焦頭 那麼Labcable說OK 反正我現在這個802的D3都要用一套Jumper 所以手頭上就做了一套用六角壓接的叉頭 而且線心是用50080做的Jumper 其實802原裝的Jumper不是不好 是蠻好的 它一邊叉就一邊焦 即是說無論你的客戶本身是用叉頭還是焦頭都適用 不過第一我嫌它幼了一點 第二短了一點 插下去總是好像咬著咬著 所以本身就想著都要找一套Jumper來換 剛好有這套新的Jumper 就弄回來試試 本身樣子很整齊很漂亮 第二就是它OFC的線心夠粗 我已經插上去試 一試還拿到少少那個能量感 因為現在本身我那條喇叭線 就是用了50080 上次的六角壓的叉頭 但今次我就試試換一條焦頭的喇叭線 然後Jumper才用這個六角壓的叉頭 行不行 一樣可以 所以如果你想玩一下Jumper的話 尤其對這條喇叭線有興趣 但是不想換個喇叭線 可以試試Jumper的味道 你可以買一套這個叉頭的Jumper試試 不貴的 四條是七八八十元 如果比起市面上很多Jumper都算便宜 不過它做功用料絕對不頑 如果你本身用叉頭的喇叭線 想用焦去焦的Jumper行不行 有的 我們一樣有焦頭去焦頭的Jumper 不過就不是用六角壓的叉頭 還便宜一點點 六百八十元 Lab Cable製造Godfam的五零零八零Jumper 如果你是用BiWire的喇叭 想增添一點能量感 不妨可以考慮一下 amos 4度 Ps九羽 為吭 喝 燙 人